前几年网上经常有人说日本冲绳想要独立 历史老师我问了一下自己在日本的亲戚以及一些日本的朋友 甚至翻阅了相关的资料 我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在冲绳的街头确实能偶尔看到一些人在街头上呼喊冲绳独立 而且在全日本勉强能算得上主张冲绳独立的组织有四个 但这些组织哪怕在冲绳本地都没什么人关注 另外在二战之后反而是冲绳人自己要求把冲绳交给日本政府的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 美国建立了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 把冲绳强行脱立了日本 从这之后冲绳人想要去日本或者对洋贸易都要被美军严密监视 生活得非常不自在 此外根据1960年代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军在冲绳建设基地的时候 频繁的跟当地农民发生冲突 然后冲绳本地的司法又管不了美国士兵 于是美国士兵放飞自我 隔一段时间就要侵犯一个本地女生 或者撞死一个路人 不断地拉高冲绳人的仇问值 1960年4月28日 冲绳成立祖国复归协会 呼吁冲绳脱离美军控制 还希望日本政府能接管冲绳 随后反美学生运动席卷日本 冲绳人跑到日本本周岛发起反基地运动 和冲绳复反行进运动 一时间全日本各大城市出现了游行集会 像这个时候 美国升陷越南战争泥毯 无暇顾及冲绳 1969年日美双方签署归还冲绳的协议 美国人在1972年把冲绳交给了日本 在冲绳人的努力下 冲绳是被日本政府接管了 但冲绳人的好日子真的来了吗 本来冲绳人对日本政府的期望值是很高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 日本政府竟然要把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 往冲绳那里扔 在1960年代 当时的日本外相甚至这么说 如果要转移基地 在日本本土会引起重大的政治问题 转移到冲绳另外的基地 则较为妥当 从1969年开始 美军不断离开日本本土 前往冲绳驻扎 以至于目前70%的美国驻军 都跑到冲绳去了 美军在冲绳的密度 大约是日本本土的500倍 你想一想 冲绳人本来就讨厌美军 日本政府反而要把美军 都往冲绳那里扔 那冲绳人还会喜欢这样的政府吗 日本政府的做法 让冲绳人极度愤怒 于是冲绳人展开了 对日本政府的报复行动 1975年 黄太子明人前往冲绳县 击百合塔盗炼亡灵的时候 途中被冲绳学生袭击 堂堂的黄太子公然被袭击 可见老百姓对日本政府的愤怒 达到了顶点 为了安抚民心 日本政府不断的搬迁美军基地 但无论怎么搬迁 美军基地还是在冲绳境内 这就相当于把美国老 从广州搬到了深圳 但依然是在广东省呢 这不就换餐不换药了吗 从2006年开始 在强大的民意支持下 冲绳当地的政府 也开始公开反对日本中央政府 2014年 新上海的冲绳领导人温常雄志 为了阻止美军基地建设 公然把中央政府告上了法庭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地方政府状告中央政府 温常雄志之后 继任的冲绳领导人 玉成丹尼 在2019年2月发起全民投票 要求美军滚出冲绳 我们可以看错 冲绳本地的政府 都可以带着冲绳人去顶撞中央了 那冲绳人也就没什么独立的冲动了 他们差不多已经自制了 所以我们网上那些呼喊冲绳独立的网友 在某种程度上 是在代替冲绳人喊话 另外从二战到如今 冲绳社会的主要诉求 是美军基地的问题 从来就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 其实跟冲绳比起来 日本东北才是很多网友心目中 勉强算闹过独立的地方 714年1868年 被新政府推翻的幕府官僚 在日本东北的白河市 成立奥与越列藩同盟 成为日本的国中之国 这一年的12月 又有日本人在日本北海道 建立的夏裔共和国 公然喊话要独立 不过这些国中之国 后来都给新政府推翻了 从这一直到今天 日本就没有出现过分裂的问题 当然万一如果冲绳人 有一天说他们是中国人 我本人是无所谓的